好,观众朋友们,那现在呢,王浩已经坐在了我们身边,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场半决赛里边呢,王浩是1比3,输给了张继科。那王浩刚才在第四局比赛里边,真的我们给您数了一下,从6比10落后的时候呢,是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但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输给了张继科,您遗憾吗? 这个从整体比赛来讲,我觉得都是在落后,包括赢的一局都在落后,其实自己在这种去想办法,就这种去摆脱,去这种努力,但是这种比赛的最终结果,我肯定自己当然不希望输了。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一直处在落后,是球风相克,还是对手确实在战术布置上,比咱们先走了一招呢? 可能从球路上来讲,就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讲都差不多,但是可能因为在一些这种质量上,可能自己现在就是比张继科可能要差一点,再一个就是这种比赛当中的一些五位数,现在明显就是要比以前要多一些,每次都是开局的时候落后比较多吧,因为都是在追,没有说是就是能够一上来能够把比分咬住。 王浩最近啊,就很多球迷也说,就说王浩正在回升,你觉得现在你这个,就是恢复到这个最好的状态,主要是什么原因阻止了这个恢复的过程? 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这种心态啊,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太过于的这种希望能够把,尽快的把状态调整得最好,所以这种老师这种太苛刻的这种去要求每一次比赛这种打的这种,要要求打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这个要一步一步来,我自己还要慢慢这种去调整 刘老师,这个前几场比赛啊,每一个输球的一年,你都有个点评,很多观众的反馈啊,就听了以后非常过瘾,能不能你再点评一下这个球? 我觉得今天王浩这球,输得在清理当中,他现在的球上,从现在能力,包括场上的表现,确实不如张继格 而且今天王浩的这个比赛,我认为发挥的还是打得非常惨,非常不满意 关键不是说输掉一场比赛,而在这场比赛里边,我看到王浩输掉的是信心,输掉的是斗志 输掉的是这种,这个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点上,如果王浩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我估计王浩肯定会很快就会和乒乓球无缘了,你一定会带着遗憾,离开你心爱的乒乓球台 所以我也希望王浩能够通过这场比赛以后,能够必须从这种身心,全身心的这种投入 在你自己热爱的这种事业上,像这样的这种表现,我说输掉一场球其实并不可 谁赢谁输嘛,这个都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一种过程 特别是运动员,人家为什么喜欢运动员,他主要身上有一种精神 什么样的人代表中国的去参加比赛 所以我们来说,那当然是一种精神,代表中国乒乓人的精神,乒乓文化 我觉得王浩现在这个表现里头,可以理解你,你可能在比赛里头一直在输球,一直在努力 但是在一到比赛的时候,就找不到比赛的感觉,一直跟自己想象里边反差很大 但这不是说你放弃的理由,为什么呢,他在第一局比赛的时候和第三局比赛,在两局的比赛里边是一直放弃的 唯独是在最后第四局的时候,6比10落后的时候,这会儿的时候他反而到最后一个球场输掉这个比赛的时候 他挽救了三个赛点,我觉得如果说他每一个球,每一分球,每一板球 都能够像6比10之后,这三个球,这么去打的话,我认为王浩还有希望 所以我现在感觉呢,就是从王浩本人来说,我觉得你要真的从你的这种身心,你要深层次的去检讨自己 你今天的这样的表现,不是说输掉了比赛,关键是输掉了,所有人对你支持的这种信心 所以当时我也想提醒,刚才我在球场也听了,有王浩的球迷在王浩永远支持你 如果说你这样的表现,你真的不值得让人家球迷这么去支持你 有这么好的这种球迷,可以支持更要的,更上进的一些队员 所以我也相信,王浩应该通过这次比赛 特别是这场比赛之后,在下一次,在以后 只要出现在赛场上,就是永远像原来那样这种不服输的王浩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里面碰到困难,基本上属于放弃的这种状态 你总说在这种,在人要自信,要寻找这种自信 但是你这样的这种表现,你比分不可能咬得住 碰到一点困难,基本上都是放弃 所以我觉得从这场球,应该来说对王浩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 我也希望这是他最后一次这样的这种表现 王浩,其实真的在这个球台上,我们听了刘志导这两天给大家,特别是打败的运动员的一些点评 其实我真的觉得刘志导今天这番话是最重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爱之深,则之重 它正是因为对你的厚望是非常大的 我想知道,你听了刘志导这句话之后,对方话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回去自己,还是很好的一种深思吧 因为毕竟教练用了很大的努力,很多方法 这种想尽办法,能够让自己能够尽快地走出这个低谷 我应该来讲,自己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段这种努力 也是希望能够,像教练说的一样 也希望这次最后一次,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在后面的比赛能够表现得更好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极限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 像王浩在2004年亚点奥运会拿了亚军 后来拿了一系列的好成绩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也处在一个匹配期 当然从刘国梁教练对他的这种要求 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严要求,这种严格管理 同时我们也希望王浩在后面的第三次的选拔赛中 和紧接着下来的德国公开赛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刘志导你看看在接着的决赛,大家很关注 就是马龙和张迪柯两个选手出来 你看许欣,第一个是年轻的,接着又是两个年轻的 你有什么感悟? 我觉得这是连锁反应 这也说明非常好的一个势头 因为许欣第一战出来之后 对马龙和张迪柯是绝对最大的刺激 当时我就跟肖战就说了 我说许欣一出来之后 对张迪柯整个新台长 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刺激 因为他们年龄相仿 一直在竞争,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突然间许欣现在胜出了 张迪柯在所有的公开赛 那两战公开赛里边都憋着就要拿一战冠军 包括这段比赛,你看他显得比以前安静了 包括刚才我跟大力在看他跟王浩打球的时候 大力也在说,从昨天张迪柯的表现 和今天跟王浩打的这种表现 给人感觉他比以前静了 心静了 真正是用心在琢磨每一板球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种精神 对马龙来说更是这样 许欣是踩着马龙的肩膀去拿着入场券 特别是马龙在二不零领先的情况下 他自我的这种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两个队员对这一战比赛都是势在必得 但从过往的这种战技上来说的话 马龙是有绝对的优势 那刘主导 您看这决赛和半决赛是一块来举行的 那很多人就会想 你看有的选手 你比如说刚才战胜王浩的张继科 他刚刚打完比赛 会不会这个身体比较疲劳 也有人会想 比如马龙 他刚打完比赛已经有段时间了 身体会不会凉下来 您觉得这两个人 谁会在这个赛制上能占一点优势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分析的 你说谁有利都有可行可远 如果说马龙有利 可能马龙打完一场之后 他有时间看张继科这场球 从而有充分的时间 跟他的教练去准备这些战术 但是从张继科来说 他也有利的地方 他刚打完一场球之后 因为5G3是什么 体力消耗不是特别大 他可以身上还是刚活动开 可以趁热打铁 继续在打后面的这个比赛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 考验运动员的一些 对一些这种突发事件 或者说不完全这种统一的标准下 你尽量想自己好的 如果说像马龙就要想 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作为张继科肯定要想 我有一直在前面热身 在背战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些方面 就看运动员怎么积极的想法 能够调动自己 好的观众朋友 比赛马上开始了 华夏银行杯直通莫斯科 中国平方球男队选马赛 继许新之后 第二个入选的运动员是谁 即将这分享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 刘志导专门设计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运动员和我们的观众 能够互动 他们准备了球拍 胶皮 海绵 还有乒乓球 签上字 送给我们的观众 这样让观众 从内心里对乒乓球运动 对我们的运动员 从内心里发出爱 感觉到这种 之间的距离 因为从球迷来说 他们肯定都在想着 王立芹用什么海绵 马林用什么海绵 他们用什么样的球板 如果他们要拥有一块的话 就感觉是不是能够如虎添翼 其实拿过去之后 说实话 确实跟外边的 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呢 要想提高水平 还得靠客户训练 好 现在 张绮科和马龙的决赛 马上开始 究竟是马龙 还是张绮科 谁继许新之后 成为第二个 入选莫斯科的 这个人员 就要看他们 接下来的五局三胜 决赛开始 首先要张绮科发球 还是拿出了自己的绝招逆旋转 马龙对他的这个逆旋转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心理准备 对 因为他们两个呢 是从小打到大 应该来说 现在张绮科 如果说要是他最怕的一个对手 可能就是马龙 但是他必须要有所突破 特别在这种比赛里边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马龙平时老赢呢 也会背上一些思想包袱 张绮科反而包袱会比他这个小一些 再加上到了决赛 跟前面的比赛他不一样 打的最主要的还是心理 某种意义上心理比技术更重要 而且他们两个人互相打的 内心的这种煎熬啊 是相当于什么 像原来的马林和大力 两个人 就是这么较劲 这种良性的竞争 两个选手都是88年的选手 两个人呢 还是从小一块长大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 是知己知彼 就看谁在场上 能够发挥的更稳定 漏洞更少 对 现在逆旋转这个发球 横板里头 是不是张绮科发的最好 应该来说 欧洲人发的比我们要好 这个逆旋转啊 从欧洲人发的更多一些 因为逆旋转发完之后 相对于两面上手的人 是吧 更适合一些 所以欧洲人呢 一般反手比较好 所以他们发逆旋转比较多 包括王浩的钩子发球 也是逆旋转 但是你看如果说 从单面的角度 许昕啊马林啊 他们会发 但是发的很少 只是作为配合 看来马龙在场上 还要再适应一下 这个场上的气氛吧 对 因为张绮科呢 确实这个到目前为止 表现的还是非常好 这样也会给马龙造成 心理的这种压力 尤其是昨天3比0 赢了王立琴 这可能给马龙的压力比较大 对 其实人的这个素质啊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练出来的 是 战战兢兢的 咬牙顶过去了 就练出来了 好的 张绮科呢 张绮科呢 最近一段时间 看来从比赛的效果上 训练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最主要呢 作为他的对手 刚才王立琴能够 点出他这个来 人比以前近了 显得比以前定了 跟他这个从技术风格上 跟以前做了一些 细小调整与定的关系 他的实力 整体实力比前一段 更厚实的一些 中性球的这种训练 比以前增加了 其实这对于马龙来说 是一个机会 没想到马龙的对球是没有达到 但是我想说的是 张绮科刚才这两个球的回球质量 其实都不好 但是看上去有一点高 但是你看马龙拉漏了之后 他三跳才出台 这个细节就说明他的高度 是吧 弧线控制的不好 但是球的这种长短 控制的还是非常精确的 这两个发球 好像这个威胁都不大 马龙最近发球就发了个正手 还随意了 他就像这个运动员 他打了9比3 他认为他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他就想把那个逆旋转发球 收一收 等到第二局的时候再用 但是这会儿的时候 很容易你看让马龙追分 马龙如果说再追上来的时候 你再发的时候 如果说这局输掉的话 会对你心态的影响 比分的影响会更大 你看 他就是因为他刚才 这个稍微一走时 松松一点 两个发球没有尽全力发 又说保留 所以到这个接发球的时候 他也知道这个压力 到这会儿的时候 我估计他肯定又要发 这个逆旋转钩子了 果然发逆旋转 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效果了 对啊 但因为这会儿的时候 对方追回来的时候 你心态会起变化了 你还逼着这个肖战 现在开始叫暂停了 所以这就是运动员的 这种比赛经验 你知道吗 他们想着 OK9比3 他以为马龙会不要了 因为刚才为什么批评 王浩批评这么狠 就是王浩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其实已经没有斗志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放弃了这种抵抗了 所以马龙这样的队员 他是很要的 他不放弃每一个机会 哪没有1%的机会 他会100%的努力 所以他经过了这个努力 现在打到至少 不管这局谁输谁赢 废掉了你张继克的一个暂停 打得你 这整个一场球 你内心都会波动很大 没错 留到你的意思就是说 像刚才在9比2 9比3领先的时候 还是一股作气 不能够说 我把我的好的技术保留起来 对 不要有这个思想 对 如果说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局面控制的很好的话 你最多是一个球 可以用不是第一发球 第二发球也不一定一定是输 但是说整体上来看 他第二发球里边 他人就想的不细了 后边的衔接也想的不细 因为马龙后来凡手发两个 很轻松吃两发球 那是不应该的 这个球关键 漂亮 漂亮 如果这个球再被马龙这种转回来之后 张继科今天有可能真的是机会不大 输在这球上了 所以他这个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 十一八你别看马龙还有机会 因为马龙还有发球 从这个球的变化感觉 张继科这个队员脑子非常好 你看叫了个暂停回来之后 马上这个弦又崩起来 重新回到自己的这个前边的状态 这个时候不一定会发他长的了 你看 这球打得太精彩了 刘志导都鼓起掌来了 这应该是第二季段里边 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攻防 刘志导这球漂亮在什么地方 这球啊 就是两个人的攻防转换的速度 对抗性 总是非常强 两个人从对拉的角度 再到这个张继科上来反手去摁 再到这个去相持 就是两个人这之间从脚底下的步伐 一直到这个整个战术和落点意识 两个人都显示出了心很定 就显示对自己的实力啊 非常自信 现在场上比分 9比10 马龙落后一分 站在中间发反手旋转球 短的 漂亮 漂亮 马龙在开局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 现在已经将比分追到了10比10平 所以这个打球啊 有的时候就一闪面 一个球 所以我说因为他马龙追上来之后 别看到8比10 他的信心会更强 我从3比9就可以往回追 我8比10其实还落后两分 还有自己的发球 这把还是很坚决的 这球打得非常清楚 逆旋转发球侧身抢拉直线 无论这局比赛 马龙输还是赢 我觉得像刘志导所说的 运动员在场上应该表现出那种心气了 结果马龙拉球失误 看张继柯这种细节 他冲着我们的时候 常常输了一口气 就这口气啊 给他打的 已经提到嗓子眼上了 这样呢 12比10 张继柯取得了这局的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中央电视台 黑中江电视台 黑中江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联合被您转播的 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 中国乒乓球男队选拔赛 第二阶段的比赛 那现在您看到的是 决赛阶段的比赛 是由马龙对阵张继柯 双方第一局比赛呢 张继柯是非常艰难的 12比10 战胜马龙 1比0领先 那第二局比赛 已经开始了 马龙是1比0 暂时领先张继柯 刚才呢 张继柯9比3 9比3领先的时候 稍微有点放松 最终呢张继柯还是取得胜利 但是这个有惊无险吧 但是整个比赛呢 却显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因为他呢 其实别看马龙第一局输掉了比赛 但是他给马龙喘息的机会 因为从5局三胜的角度 你第一局之后说 打的马龙抬不起头 第二局他还会受影响 这打成这样的话 即使他第一局赢了 马龙至少我找到了你的战术 也知道了 你的这种心态的变化 逐渐更快的 这个多打球 多接触球 他找到了自己最佳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 肯定会对抗性非常强的 就是说张继柯本来在第一局里边 可以轻松拿下 可以很轻松的 让马龙在第二局再继续去调整 对 但没想到在第一局里边 让马龙把调整的心态就调整好了 对 他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当我们一看 我们看得出来第二局一上来 马龙这个心态非常好 你包括马龙的精神状态 从第一局的时候他又跑不起来 但第二局他第一局输了之后 反而能够跑得起来 是因为有几个非常漂亮的球 你把他的整个状态给打出来了 其实最高水平是什么 是逼住你出不了状态 1比6 在前面的这种六场比赛里头 都是第一局赢的人 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 只有在决赛当中看看马龙 能不能实现所谓的不成文的定律 打破这个规律 从您感觉 马龙打破这个规律的几率有多大 我认为马龙虽说输掉了第一局 但是这球应该还有50 的胜率 还是55开 还是55开 就是虽然张继科赢了第一局 但是他不一定站得到先手 如果说马龙要赢了第一局 我认为张继科 就没那么大机会 机会就不大了 张继科赢了第一局之后 这个比赛会更好看一些 因为他看看马龙怎么去摆脱和逆转 我估计马龙就不太会犯张继科 第一局这样的错误 两个人在这个 这两局里面 其实都处在一个 一样的这个位置之上 只不过是相互调转 都是大比分领先 这个比分和第一局正好一样 第一局呢是当时张继科球比赛 现在马龙是9比30先 有了前车之鉴 马龙应该是一鼓作气啊 其实马龙刚才在第一局3比9之后 打到了5比9之后 他也是试探性的用反手发球 运动员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 是吧 他战术意图 好的 果然像刘志导所说的 马龙是没有一丝一毫放的意思 每球必争 对因为他两个发球 你看发的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一个是这个左侧拳 一个是右侧拳 而且整个竞争状态里边 他没有丝毫的这种 是吧 松懈给对手一点点机会 这样呢 马龙就以11比4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胜利 双方打成一平 稍后来看第三局 是吧 看起来 都没有丝毫的这种 是吗 这种事情 是 SHOB T我们掌纳利 是 蟹镇 对手的 断地 可以 一个 也 通过 那次 运动 第三局开始 要到你说相持起来以后 是不是马龙更厚实一点 对因为马龙的攻防转换 比这个张继科显得更轻松一些 而且马龙的整个前三板 更灵活一些 你看他就是整个里边会出手 你感觉他是带着张继科走的 张继科就是一找到 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节奏和点了 这样漂亮的场面 真是在这两个人的对攻之中 是经常看到 因为他第一局的时候 有两个球打得太漂亮了之后 他反而把这个马龙的状态给打出来 运动员最怕什么 没进入状态给打懵了 反正他打出来了之后 他心态也好了 也本来很紧张的 你让他释放 你看越赞越勇了 张继科要说第一局 虽然说他赢了后来 但是真的有点放虎逼山的感觉 是吧 马龙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就 放出来之后 你再想给抓回去就不容易了 其实现在我真的觉得张继科应该稳一稳自己 因为在前两次比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对手的时候 在场上那种镇定自若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有点少 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很多他都显得有一些无奈 或者说不是说那么的这种自信 因为你看我看这个他的教练小赞给他讲 时间是非常长的 他在国际比赛里头 裁判要求肯定会比现在要严格的多 那就说明什么 我一直在给他鼓励 我看一直在给他信心 各位观众 现在马龙和张继科究竟谁作为许新之后的第二个入选莫斯科的名单 进入这个名单 就要看这场比赛 现在是到了第四 第三局 第三局前两局打成一比 刚刚呢在天津滨海新区结束的这个女子的选拔赛 结果呢是继郭月之后 刚才呢是刘世文是4比3战胜了北京的丁宁 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压反手了 要回到反手 这球其实马龙已经可以有很好的转弓的机会了 张继科这个球处理的这个落点上还是有点问题 你这一次不能让他接住正手是吧 要压住反手不能让他轻易的往正手了 而且你看马龙在这个慢镜头的时候 这能看出来 他在兜的时候 他身体有个提前移动 他在谎张继科就是想让你感觉错觉我是测身了 其实你拉我正手 他在反拉回来 好球 这是一个擦片球 他这个球呢就是说从 1比5之后啊 其实马龙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正手反拉没拉着 从张继科现在就是两个人第三局抢的就是一个士气 和一个这种先手 所以为什么打成1比1之后这个第三局啊 刚刚说了不止2比1领先 还领先一个心态的优势 这是一个分水岭啊 对 就像您所说的 在相知中呢 首先发力 首先变现 这是一个战局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刚才张继科就是首先发力 等一下这会儿说 秦之俭 请求暂停 也是对对局还是看得非常重 但是呢 这个时机上 稍微慢了一点 从5比1打到5比6 如果说打到5比3叫的话 可能更容易不止战术一些 那个时候要不止战术的时候 是遏制对手的这个反扑的气势 现在呢 就要是扭转自己被动的局面 对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拼的这种非常激烈 这个打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个第三局啊 目前双方都非常看得重 特别是像现在的时候 看完秦之俭 交完暂停之后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能够抑制住 这个张继科 这几个球的士气 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刚才教练叫暂停晚这个东西 这个教练是不是回去也要总结这方面 对 这个我们也经常在探讨在总结 因为要根据自己的队员的性格特点 比赛和场上的这种局面 和这个对手教练大概什么时候 其实这个都是教练员的一个比较大的学问 这个时机 每个人的这种习惯也都不一样 关键是看教完之后 他的战术意图能不能很好的这种体现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靠运动员来执行 制定的再好的战术意图 如果说他执行不成功的话 也会有问题 这就是教练和运动员配合的一个默契 所以教练的难度最大的也是在暂停 就绝对不能犹豫 有时候过了这个机会 可能下一次就不好找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主教练刘国梁 就暂停的问题发表的评论 你看他的暂时 反书意图是有的 从正手法球改成了反手法球 这个里面 但是呢运动员的心态 你要考虑 我5比1领先的时候 你说什么我都容易执行 如果说我在落后的时候 那是属于被逼着的 这个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 和抗干扰压力就要打得很多 明显的感觉上还是有点软 张继克也看出来了 所以拼命加转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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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方在抢第三局 究竟谁胜第三局 谁就这样2比1领先 张继克这个左腿上带了一个窄的呼吸 是不是腿上有点毛病 对有点毛病 对他的这个膝盖还是有一些这个伤病 现在运动员这种膝盖这个问题出的比较多 你看王浩 许昕 张继克这么小 是吧 这个年龄里边就已经开始带上呼吸了 漂亮 对 对 我知道现在从感觉上来看好像张继克比较硬朗一点 对 因为这个马龙刚开始的时候前面打的非常这种行星流水的感觉 这会儿这球子你看明显出手啊就开始有点苗 质量有所下降 你看马龙连续发了两个长球 但是效果好像都不是太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了 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只有薄杀了 因为他从5比1领先是吧 打到这个6比8落后 所以他前面所有的这种办法试了一遍 可能效果都不是很好 只能才去发长球 这种比较冒险 这样张继克在第三局的比赛里边就以11比6取得胜利 目前张继克领先以2比1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第四局 各位观众 华夏银行杯直动莫斯科中国乒乓球 男队选拔赛冠军即将产生 这是第二次选拔 还有第三次选拔 那这次选拔之后呢 就是继许勋之后产生第二个名额 究竟是马龙还是张继克 要看后面的比赛 漂亮 其实张继克这个回球已经质量非常高 但马龙守得也很漂亮 是 这球也能够变出直线来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项技术 从这两个球一看 他还是这局上明显还是有一些变化 从原来发到这个正手段为主 让马龙赢回一局 下一局就更难打 那马龙这个轻重力量的配合非常好 对 打得非常巧 因为这个球是反正不容易的 duct那些盖 但是你要算 tä sells darn 一个刚刚下一局的节目 他就会以来三局都赢了 这是反正七过 Yang的人 的 mysteries 是粮ening的人 最后海外人 他们öllimal brown 主页 首先 是有一分 二分 一分 这样双方在第四局呢是打成了3比3平 两个人都有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得分的情况 应该说现在来看 两个人都完全发挥自己的水平了吗 对 这场球我认为是开赛以来 两个人双方发挥的最好的水平 马龙的速度 马龙这球很明显 整个里边中间反准这个速度让他腾不出手来 但刚才发球又是一个出台不够严密 只要不出台他就容易上手 他一出台的话对方拉起来就成功被动相持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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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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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响了 或者像刚才他发球的时候 突然间有观众会喊某些队员的名字的时候 因为他非常太专注的时候 会这个里边会对他有一次这种干扰 所以这个在我们日常训练里头 特别大赛前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特殊的训练 就是抗干扰的 抗干扰 越专注的运动员越怕干扰 7比5 出 加油 加油 张继柯加油 张继柯加油 现在对张继柯来说呢 可能想咬住就不现实 就应该也打得更狠一点 是 争取在主动进攻中找到机会 这是一个运气球 还有机会 因为他6比8落后 但是毕竟他还有两个发球权 底线也要打成7比9 打成8比8的话 他就又重新回到一个起跑 这球发的好 明显转啊 明显这个马龙提前移动了 以为他要发正手段的 用反手接 但是其实他发了个反手段 所以说两个人一直在斗智斗勇 又开始了 又焦灼状态 这球很果断 这样把比分真的追成了8平了 这乒乓球的扣分的非常关键 所以8比5那个球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马龙这个发球 如果打成9比5 就是你扣的再好 你最多到9比7 但8比6就给对手 很容易追平的 有一个半平的机会 你看张继克这个脚下的移动啊 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对 而且你看他原来 他是属于情绪化 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员张继克 而且非常有个性的运动员 所以我在点评他的时候 就是他经常会驾驭不了自己的情绪 所以这次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安静 但是等他快赢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出现状况 像这种球打到这个程度 就是上也好 不上也好都很自然 这球其实是对张继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他拉到就一定得分了 从你看前面的时候拉球都比较流畅 这会儿都明显有一个跺脚的小动作 就是加保险 这会儿看 这是最关键的 就是比他们的这种心理和这个计算术的这种意识 这个球马龙胆子还是比较大 没软 关键球的处理上看出马龙那世界排名第一的直速来了 现在第四局比赛 现在第四局比赛 场上比分 9比10 张继克罗获一分 反拉直线 这两个全是高难度的 对 好观众朋友 这样的话呢 这个马龙就以11比9赢得了第四局比赛 双方打成了2比2 稍后将进行决胜局 好观众朋友 中央电视台 黑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中国乒乓球男队选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决赛阶段的比赛 是由马龙对阵张继科 那双方在前四局比赛里面是打成了2比2平 现在不仅是决赛 而且是决赛里面的决胜局 这个局谁胜了 谁就是继许新之后的第二个直通莫斯科的名额产生了 那么在此前呢 在滨海新区刚刚进行了女子的选拔赛 第二次选拔赛 结果呢是刘世文战胜了丁宁 他们获得了刘世文获得了冠军 继归越之后已经入选了莫斯科 丁宁呢在比赛中是取得了亚军 这场比赛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谁赢了谁就可以拿到进军莫斯科的入场卷 这场球呢对他们整个来说 我觉得他在国家队的排位啊 大赛的这种使用啊 都是非常关键和转折的一场球 一边 漂亮 马龙是两条直线 反手打直线 正手又是直线 这个难度非常高 一看两个人一旦行程相持的时候 可能都在对拉都在对拉 但是马龙占主动的时候更多 他更积极 他的速度比张继合要快 中央电视台 黑龙江电视台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 乒乓球男队选拔赛 大家看到是马龙对张继科 现在的决胜局二边 今天张继科和马龙都够争气的 你看两个人在抢决胜局前头的时候 仍然是不分上下 现在三比二 张继科落后一分 张继科发球 这会儿就看他们两个的内心 谁更强大了 因为你越强一分 对手就会感觉到这种压力 有一个人一旦有一点走神 和这个放松 或者这种感觉消极信号出来 就会一泻千里 所以这会儿并一分 就给对手多一分的这种压力 三比三 马龙两个发球 某种意义上 又是发球和接发球的一个较量 就是在马龙发球的时候 是否两次发球能得两分 张继科接发球 能否破了马龙的发球 三比四 三比五 所以其实像现在这样的气氛 场上应该是安静的 特别这种安静 就是像一根针掉在地上 恨不得都能听得见这样的感觉 大家应该是带着他们运动员内心深处的这种紧张的感情 去看这个比赛才能够真正读懂运动员内心深处的感受 就现在应该跟运动员一块去跳动 就心脏就跳动 然后屏住呼吸来看这场比赛 你必须把自己假设成其中的马龙或者张继科 现在张继科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分 马龙你看连续前面的时候两人都不犯错误 到这会儿的时候马龙已经连续犯了两三个错误了 几回球 这会儿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 其实真正的感觉应该是听不到外边的 已经真的投入进去 张继科现在觉得胜利里都很近 所以有点急了 那这球这么打对不对 这么打应该来说也对 因为他是有机会的 但是应该如果考虑到这个比分和现场的这种情况 我认为如果说中性上手再准备连续会可能更妥当一点 先过渡一下 对 你看就是他一旦这个球上个球甩完之后 随手甩丢了之后 这个球他就不一定敢再去发力了 所以这个球他是过渡想掉一下的时候 反而也会失误 所以他也连续两个无尾失误 不应该失误的失误 现在还差一分 马龙发球 漂亮 这个球张继科是侧身拧了一板 这板球质量很高 关键是张继科这个胆子还真的很大 对 他呢 特点就是胆子很大 搏杀性很强 所以这个冲击力比较强 就是稳定性 稍微擦一些 所以大家能看出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的球风啊 跟他们下边做人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什么样的性格打什么样的球 哦 嗨一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现在直通莫斯科的三个名额 许欣已经首先在第一次比赛中突出来了 那么究竟是马龙还是张继科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两次都是年轻人 对 这看到了中国平方球队的后继的友人 也看到年轻的这种向上动力 你说老如果这次张继科拿到这个入场圈的话 是不是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呢 应该是 因为他这个张继科 这个包裹许欣 他们俩从来没有抱过 世界锦标赛团体赛 还没有真正成为过中国队的主力 8比5 这时候就看你这骨头硬不硬啊 蔡老师像您说的 这时候是拼发球 如果这两个发球 马龙都能拿下 有8比8平 8比8的张继科可能就困难一点 不然我记得你说一句话 就是主要是要看大赛中的表现 又不是看你平时 其实就是看 现在他们处理球的感觉 就是在都紧张的时候 现在他是处理球 头脑是不是冷静 出手是不是果断 能不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还能够发挥自己最高的水平 前面他再打再看 其实都没意思 最主要就是看现在 关键的这几个球 对 怎么来得分 对 就像运动员 你拿再多的冠军 奥运会是最检验 一个人的这个综合水平 就是张继科的心跳肯定比平时要加速很多 9比7 逆旋转 机会 漂亮 这个马龙吃他球了 这样呢 张继科是拿到了三个赛点 是不是又一个冷门 又再向大家招手呢 如果说马龙这个球能够打下来 8比10之后 有两个发球在他手上的时候 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 还是有一线机会的 就看马龙能不能实现大逆转 这球虽然没有打到 但是这个侧身啊 还是很坚决的 对 但是这个球呢 他其实还可以再冷静一点 为什么毕竟你拿着足迅权 对手没有推路 所以他这还是显得有点糟急了 就是前面反手这种相识都是主动的 但是马龙已经被动了 不太可能有拨插的空间 其实我看现在的这个 应该来说最紧张的是肖战 是的 还是会反手过来拉 又到7比9了吧 这就是运动员的心理瞬息万变 现在这个球才是整次比赛里边最值得看的一个球 没错 直途莫斯科到最后 第二轮 现在比赛即将结束 看看是马龙还是张继科 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封一板 接着马龙是缓究了三个赛点 双方站成10比10平 从开始 1比1 2比1 3比2 到现在10比10 一直双方 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中间呢 张继科一度拉开 又被马龙追上来 一球定乾坤的时刻到了 要求一点注意力在球上 而不是结果 看这球能不能发得严密不出台 短的 又出台了 又出台了 被刘长说中了 是不是反映出来张继科的心态 已经有点失望了 肯定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球要不出台的话 马龙拉不了 你想那球在上他两跳 你怎么拉 他必须得掉下来 张继科有点着急 你看马龙还没有发球的准备 他已经蹲了半天了 漂亮 还是很坚决 我看刘长看到这个场面 肯定心里特别安慰 这运动员到这么关键的时候赶上手 而且都能成功 其实看到这会儿的时候呢 内心也非常复杂 感觉如果说他们谁输掉这个比赛 特别是张继科 如果这种情况 他要输掉这个比赛的话 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 11比11 擦网 你看他这个 现在是发球也要寻求质量 刚才那个球的发球有点出台 是的 现在呢要是提高自己的发球质量 对 看能不能做到不出台 这是前提 这场球的锻炼价值 这两个人来说太大了 太大了 短的 没有出台 好的 非常完美 这球 张继科关键时刻 这几个球打得真正一点都不如 这小的特点就是说 胆子大 而且认准了比较坚决 所以对于我们球迷来说 看了这场比赛之后 无论谁去波斯科来参加团阶比赛 都看着放心 加油 非常有血性的一个运动员 在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候 能够这样做 这真的不能够 主动权把握在你自己手上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马龙卡球 11比12 发肠子了 这样张继科终于成功了 张继科非常激动 他躺在了地上 刘老师 你看了有什么感受 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感动 也为张继科今天的表现 确实应该竖大拇指 非常完美 张继科今天表现太令人振奋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选手 在一个一个崛起 先是崛起马龙 进入了超一流的行列 那么张继科呢 除了其他的比赛以外 在今天 感谢观看